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新文革 那说到文革两个字 我相信是说中了很多人内心担忧的问题 那就是中国会不会再次的走上文革的道路 那人们的担忧是来自于这几年中国社会的变化 比如说中国社会经济当中 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的成分越来越多 市场越来越少 另外就是民间的领袖崇拜越来越严重 当这个情况去到极端的时候 就有可能引发下一次文革 那么有可能发生的新文革会给中港台 带来一些什么变化和影响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首先你得搞清楚文革的性质是什么 那有一些庸俗的看法呢 就认为文革的本质是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 社会爆发的动乱 那这个看法其实不太准确 我们要抓住文革问题的本质 必须从发动文革的背景和动机上去找原因 那接下来我们从这个角度去回顾一下什么是文革 那这场名叫文化大革命的运动 实际上既和文化无关也和革命无关 它的本质是中国共产党内关于路线的斗争 而在这个路线斗争的背后 是中国的权力阶层 关于中国国家基本走向博弈的结果 我们通俗化的来解读 文革的本质是来源于高层的政治权斗 而政治斗争的背后 是中国土皇帝和外国代理人之间在争夺领导权 那我们来简单的解说一下 那有一个流行的说法 就是文革是由毛泽东发起的 以斗垮刘少奇等人为政治目的的一个运动 但是这个层面的解读是远远不够的 你需要搞清楚刘少奇他代表一个什么集团 毛泽东又代表什么集团 把这个关系理顺了 你才能够理解当年的文革为何会发生 并且为什么现在很有可能会发生第二次的文革 那刘少奇是一个什么人呢 从政治的源头上来说 他是苏联培养的党政干部 1921年 刘少奇经人介绍去苏联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这个东方共产主义大学 主要就是为共产国际培养党政干部 而实际上 中共早期有很多人都是来自这一所学校 这个东方共产主义大学和后来的莫斯科中山大学 培养出了很多中共早期的党员干部 那这些人呢 在立场上是亲苏的 而被他们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在一开始的性质上 是共产国际的驻华机构 在工作思路上 这一派人他主要是依靠发动工人运动 利用工人运动来试图夺取城市的控制权 那刘少奇呢 就是早期苏联派的共产干部 但是共产国际在进入中国之后 就涉及到要落地搞革命的问题 于是呢 那些受到苏联方面训练的早期共产党员 就必须要和本土的那些没有留过学的共产党进行合作 否则是不可能夺取中国的政权的 那毛泽东就是本土派的代表人物 这个人并没有接受过苏联的系统训练 他到底懂多少马克思主义也非常值得怀疑 但是毛泽东研究中国国情十分深入 他深刻地理解中国历朝历代的帝王权谋之术 这两派并不相同的人 为了夺取中国政权这个目的 在经过了各种残酷的政治内斗之后 还是走到一起 并且顺利地把当时的国民党赶到了台湾 在战争阶段 两派人因为有共同的敌人 所以还能同仇敌忾 但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 中共从打江山变成了做江山 那之前被掩盖的内部矛盾就越来越明显的暴露出来 也就是本土派和苏联派两派之间的内斗 这种斗争在外在的表现形式 就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斗争 中共在建立政权之后 毛泽东打算做土皇帝 就是关起门来自己折腾 但是刘少奇和苏联派呢 是打算和苏联搞好关系的 他们要依靠苏联的专家和技术支持 来发展中国的工业 但是如果中国接受苏联的支持 就必然需要等价交换 出让一部分权力给苏联 那这个事情就是让毛泽东这种本土派 很不满的地方 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 赫鲁晓夫发表了 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讲话 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把苏联土皇帝斯大林拉下神坛 这件事情对于毛泽东的冲击很大 因为斯大林和托洛斯基这种 国际革命派相比呢 他就是一个俄罗斯的土皇帝 那毛泽东看到斯大林被批判 就开始担心自己的权力是否稳固 因为毛泽东和斯大林 在本质上都是土皇帝 那在这个事情之后呢 中苏关系是迅速降温 毛泽东也受益底下的媒体 开始写文章批判苏联的修正主义 批判赫鲁晓夫 他知道中国如果再和苏联 保持密切的关系 那么自己周围的亲苏派 就随时有可能把自己搞下台 所以不如干脆和苏联一拍两散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共同的所谓共产主义信仰什么的 根本就不重要 保持自己的权力 才是真正的目的 但是在切断了苏联的技术输入之后 中国没有办法自己独立的完成工业化 所以在情急之下就只能采取土法炼钢 搞生产的大跃进运动 而这些运动呢 最后毫无疑问 全部都失败 就连苏联的赫鲁晓夫同志都嘲笑说 大炼钢铁大跃进是愚蠢的迷信行为 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本土派 他们领导的这种土包子路线 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 给中国带来了非常恶劣的后果 比如说生产水平倒退 大饥荒 人口减少 在1962年召开的7000人大会上 毛泽东被迫做了自我批评 不得不退居二线 那这个时候 毛泽东的声望是降到最低点 关起门来自己发展的这个思路 也被证明是错误的 而与之相对 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苏联派的官员 似乎要成功夺权了 当然土皇帝这一派不可能善罢甘休 在7000人大会之后 毛泽东等人就开始策划 怎么样再把权力夺回来 那以他对于中国人的了解之深 他很快就想到一个大招 就是发动底层的奴隶起来斗争 或者说 这个是要借助于反组织的力量 这是一种什么力量呢 那我们都知道 帝国的运作 是要依靠一套严密的组织体系来进行的 它是以政府的领袖为核心 向下属的军队 警察 宪兵 特务 以及党国各级的政府 发布命令 来维持整个的运作 而所谓的反组织 就是要让这些组织系统全部都瘫痪 那如果要让系统瘫痪 就必须要有大量的不稳定因素 冲击这个系统 那冲击系统的工具 就是中国数量庞大的底层人口 在七千人大会之后 本土派就开始策划 煽动基层社会对于当权派的仇恨 1963年 中共发起了所谓的四清运动 动员民间基层社会 都来批判所谓的修正主义 批判党内的走资派 这个运动 其实可以被视为是文革的预言 在这一场 全民批判党内走资派的运动当中 毛泽东对于刘少奇的不满 已经是异于言表 而在民间情绪酝酿成熟之后 毛泽东就果断的抛弃了四清运动 转而发动文革 成立中央文革小组 发动底层的力量 起来造反 那彻底的让国家的组织陷于瘫痪 靠这个方法 本土派成功的干掉了苏联派 而当时已经快当上皇帝的刘少奇 被来自于底层的红卫兵给干掉了 那这整件事情的逻辑关系 就很像是一卡游戏 这个一卡游戏 简单说一下 游戏分三张卡牌 分别是皇帝 臣民 奴隶 三张牌 相互相生相克 皇帝克制臣民 臣民克制奴隶 但是最没有地位的奴隶 却又可以反过来克制皇帝 那毛泽东本人呢 就在当年玩了一把真人版的一卡游戏 那毛泽东在土法炼钢失败之后退居二线 等于就是把皇帝的位置让给刘少奇 而他自己一退下来呢 就开始大规模的收集奴隶卡牌 虽然这个奴隶卡牌会被臣民卡牌克制 但是怎奈中国的奴隶卡牌非常多 因为中国是一个泥腿子国家 盛产奴隶 所以毛泽东手里几乎有用不完的奴隶卡 而刘少奇本人手里只有一张皇帝卡 和数量很有限的臣民卡牌 所以他们如果对垒的话呢 臣民的卡牌用不了几个回合 就会被奴隶卡牌消耗掉 然后刘少奇手里就只剩一张皇帝 但是毛泽东手里还有无数张奴隶卡牌 那这个时候胜负就非常明显了 那这件事情和今天有什么关系呢 人们常常说现在的中国最高领袖 他继承了毛泽东思想 这个说法并不确切 最高领袖继承的并不是毛泽东的思想和言论 他继承的东西是毛泽东的斗争方法 这个斗争方法发挥到极致 就是发动底层的反组织的力量 中共在2022年要召开20大 这是一次新的权力洗牌 但是我们观察在19大到20大中间的这五年当中 中国发生了一些事情都不是什么好事 它分别是中美贸易战 香港问题 中国经济脱钩 走向内循环 另外还有病毒问题等等 所有这些问题在党内都会成为斗争的筹码 在问题爆发期间执政的那个人 他显然要承担巨大的压力 就像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要承受大饥荒 大跃进带来的压力 所以很有可能在20大 现在中国的最高领袖会扛不住压力 做出某些妥协 比如说指定接班人 甚至也宣布退居二线等等 但是就和当年的毛泽东一样 当本土派感到自己逐渐失去权力的时候 他们就会以退为进 发动底层的反组织的力量 利用民间仇富仇官的这个情绪 来冲击整个系统 所以我们从策略上来看 那假如未来最高领袖的权威受到挑战 那么他要做的事情 就和当年的毛泽东一样 要开始为自己收集大量的奴隶卡牌 然后再看准机会 利用这些卡牌对皇帝进行反杀 那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就代表文革再次来临 那可以说新文革的来临 它是中国内部政治斗争的残酷性 和基层民众的拟腿子属性 这两者共同决定的 那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 是培养出了一堆所谓的改革开放派的官员 那这些人呢 现在很不幸的 把自己放在了和当年那些苏联派一样的位置上 当然改开派和当年苏联派 他们的立场和很多问题的想法都是不同的 但是呢 在政治斗争的这个结构当中 他们都是处于皇帝本土派的对立面 成为皇帝斗争的对象 这一点呢 又是相同的 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中国还是很有可能再发生一次文革的 当然文革的表现形式会有所不同 不可能像六十年代那一次一模一样 但是从本质上来说 文革都是发动底层的反组织的力量 来打倒政敌 巩固自己的权力 那这个事情会对中港台分别产生什么影响呢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看这个事情对于中国大陆的影响 对于中国大陆来说 二十大临近 政治内斗已经是白热化 那本土派随时可能出现反割一击 这个是我们要把握的总体趋势 在这个趋势之下 社会出现动乱是很大概率会发生的 所以要做好人身安全 财产安全的保护 那这些事呢 在以前你可能是从来不会考虑 但是以后都是生活的重点之一 第二个问题是 在本土派可能出现反割一击的情况之下 那很有可能改革开放派就会战略性收缩 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会陷于失败 当年在掐断了中苏之间的联系之后 苏联派明显就斗不过本土派了 那现在掐断了中美的联系 从大方向来说 改开派也就干不过本土派 那历史的发展 结构上总是重复的 只是具体的表现细节不一样 那在这个时候呢 中国内地的市场就会跟着收缩 因为改革开放的本质 就是让原本那些农场里的奴隶 转变为廉价工人 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消费者 生产廉价的商品 而一旦中国经济脱钩 那改开派搭建的这个 连接中国和国际的桥梁就断了 那一旦失去了国际市场的支持 中国的那些廉价工人 又重新会变回农场的奴隶 他们不再为国际市场劳动 而仅仅为中国内地的本土派奴地主劳动 这个也就代表他们的劳动报酬 还有劳动效率都会出现倒退 那这个时候呢 实际上的奴隶制经济 就会取代市场经济 所以这个也就代表 涉外贸易的人 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难过 那些满足市场需求的人 只会越过越差 而相反呢 满足权贵需求的人 他反而过得好一些 不过权贵毕竟是少数人 因此这种需求是很小的 大部分人必须面对苦日子 在苦日子到来的时候 就要注意 社会的各种不安定因素都会增加 那再来看香港 对于香港来说 可以说是大势已去 香港人在一段时间之内 必须要忍受一种剧烈的改变 包括政治的气氛 包括社会的规则和潜规则 都会发生巨变 那这种改变的根本原因 就在于香港在现实上 是中华帝国的意识形态边疆 那看过前几期节目的朋友 应该还记得 我在节目当中曾经提到过 历史地理学家拉铁摩尔的 中国的内陆亚洲边疆 这本说里面就提到一个 移动边疆的概念 就是说在中国和内陆亚洲的世界之间 有一大片模糊的地带 这些地方没有明确的边界 那如果中华农业帝国的势力较强 那这些地方就会倾向于中国 那如果内陆亚洲的草原帝国势力更强 那这些地方就会被中国之外的内亚帝国控制 那香港在经济上 在意识形态上 就是这样一个定位 当中国更加倾向于开放的时候 香港作为农业文明和海洋文明之间的 意识形态边疆 它就会向内地推进 香港就更加偏向于资本主义的自由和法治传统 而当中国决定闭关锁国 这个就代表海洋文明会被排挤 农业文明的专制主义就会往外推进 于是就把香港原本的边疆 也纳入到了农业文明的意识形态版图之内 现在的情况毫无疑问就是后者 那香港它作为海洋帝国的前殖民地 它正在经历被农业帝国同化的过程 所以它变得和内地越来越像 也是很自然的事 那香港会不会一直被同化下去呢 那也不是这样的 正如之前所说 这个边疆是可移动的 它既然能往外推进 也就能再向内收缩 那这个移动边疆的走向 取决于中华帝国和外部世界博弈的结果 它并不是香港自己可以做主 所以生活在香港的人 你或者就是移民 去那些同属海洋文明的地方生活 但如果不想离开 那你就必须在一段时间之内 适应这个不断扩张的农业帝国的文化 那这段时间有多长呢 如果我们以十年为一个单位 那农业帝国的外扩周期 至少是两到三个单位的刻度 所以是一整代人的时间 那最后再说一下台湾 由于中国内部的斗争越来越激烈 台湾会成为中国对外转移舆论焦点的工具 不过呢 这个工具是用来引导中国国内的舆论 那实质的行动恐怕还不会发生 因为在内部斗争有一个明确的结果出现之前 任何贸然的对外战争都会造成内部的崩盘 所以中国真正的对台行动 必须要在政治斗争有一个结果之后 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确凿无疑的 那个就是在中国和台湾之间 最后的那一点点灰色地带 也会因为中国内斗而直接消失 灰色地带不复存在 那这个事情对于那些拥有台湾身份 却在中国捞好处的生意人来说 就意味着他们的好日子也是彻底终结了 在2022年之后 所有人都必须明确站队 对外表明自己到底是什么立场 当灰色地带消失的时候 就意味着必须要做出 留头还是留发的选择 对台湾来说尤其是这样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分析的内容 总之就是神仙打架 百姓遭殃 大势所趋你是必无可避 但是作为老百姓 也是有很多事情需要反思的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但是在天上打架的这些神仙 他们当初也是被老百姓推上神坛的 所以从根源上说 这老百姓自己应该也要负些责任 好 我们今天就说这么多 下次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支持明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